由2D Sport 宝马M 奔驰 AMG等性能子品牌不同 阿斯特马丁本身就是专注打造性能跑车 以及性能GT的车场 于是其所推出的AMR子品牌所强调的 已经不仅是性能强化的概念 而是拉近市售车与赛车之间的距离 除了提升性能输出与精进底盘调教外 也通过轻量化赛车空气力学套件的导入 深化阿斯特马丁与赛车运动之间的连接 其中更在细分AMR与AMR Pro两种等级 机会车主更多元的选择 AMR等级的首发作品 以旗下四门GT车款Rapid SV基础所打造了Rapid AMR Rapid AMR虽然同样搭载6.0升V12自然吸气引擎 但动力输出已从Rapid S552P升级为600P 还可达到每小时338公里的急速表现 在阿斯特马丁的规划中 要让Rapid S成为世界上最快的量产四门GT车型 而在AMR等级之上 AMR子品牌还透过Vantage AMR Pro 展现定位更高的AMR Pro规格 其所导入的概念 更是完整一只赛车套进的道路版赛车 以V8 Rantage为基础打造的Vantage AMR Pro 不仅一只针对GT4赛车所开发的V8引擎 更让Vantage AMR Pro拥有570匹的最大马力 成为V8 Rantage家族中 性能输出最狂放的车型 同时Vantage AMR Pro还导入可调设的悬挂系统 静静化引擎脚与变速相做 搭配19吋单锁孔轮圈 与米其林Pellet Sport Carver 2轮胎 完整植入赛车血统 虽然目前阿斯特马丁仅确认将会打造210辆的Rapid AMR 以及不到7辆的Vantage AMR Pro 然而未来核心产品已经陆续推出AMR衍生车型 让马丁的车主就更经济化 更热血沸腾的产品选择 本期内容由天下有车整理创作 欢迎大家留言及讨论